男子玩电台摇一摇 居然联系上了自己去世30年的父亲 还和父亲跨市追凶改变了历史 今天要带来的电影是《黑洞频率》 约翰是一名警察 他所在的城市上空出现了漫天的极光天象 而上一次出现已经是30年前 当时自己的父亲还在 一家三口的幸福日子被一场大火打破了 身为消防员的父亲牺牲在了火场救援中 这天好朋友带着儿子来家里玩耍 无意间翻出了30年前 自己父亲留下的遗物 其中有一个无线电台 在简单调试之后 电台却一直没有反应 当好友离开后 形单影只的约翰 看着父亲留下的遗物不禁伤感 就在此时 他听见无线电台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呼叫声 约翰没想到老旧的电台居然还能使用 于是跟对方闲聊起来 没想到双方非常投缘 住在同一个区热爱同一项运动 但没来得及聊更多 信号却被忽然中断了 而电台的另一端 居然是约翰30年前 以外殉职的父亲弗兰克 晚上 回到家的约翰再次收到了另一头的呼叫 还是昨晚那个男人 而就在这次交谈中 约翰发现了对方的身份 这个在无线电中和自己闲聊的 居然就是自己30年前的父亲 他们借助极光和无线电 跨越了30年的时空在交流 但弗兰克完全不相信约翰说的一切 因为约翰如果说的是真的 那他明天就会死在一场火灾中 他暴怒地警告约翰认为约翰是个变态狂 在监视着他们家 约翰赶紧告诉弗兰克 明天火灾 选一条你本不会走的路 你就不会死了 这时信号又突然断开了 被吓得不清的弗兰克惊魂未定 第二天 昨晚约翰说的细节一一印证 在被困火场就要凭直觉逃生时 他想起了约翰的话 选择了一条不是他本能选出的道路 而正是因此弗兰克死里逃生 与此同时成年约翰的脑中浮现出了许多原本不存在的记忆 记忆中的父亲陪伴了自己更长的时间 在好友的口中得知 父亲弗兰克是因为癌症去世的 这说明父亲真的躲过了那场火灾 约翰成功地改变了过去 晚上 父子二人又连上了线 弗兰克感谢约翰救了自己一命 依然难以置信这奇迹的发生 两人彻夜长谈 然而 诡异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约翰发现 火灾之后的所有家庭合照里 母亲都不在其中 给在老家休养的母亲打电话 号码也指向了陌生人 慌了神的约翰前往警局 想要动用权限找到母亲 然而 他首先发现的 却是自己手头调查着的 30年前连环杀人案卷宗发生了变化 原本只死了3个人的连环杀人案 受害者却从3个变成了10个 而其中一位受害人正是自己的母亲 他赶紧在规律的时间联系上了父亲 死死保护住母亲很容易 但是还有很多受害者 会因为改变历史而死 为了救下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弗兰克通过约翰告知的 凶手具体的作案时间细节 开始跟踪并暗中观察保护受害者 然而 专职消防员的弗兰克只行动了一次 在第二次就被凶手袭击命悬一线 幸好有人发现弗兰克才躲过一劫 但凶手拿走了弗兰克钱包里的证件 苏醒的弗兰克 急忙赶到本来要保护的女人家 女人却早已被凶手杀害 回来跟约翰说明情况后 弗兰克很担心凶手通过证件 找上妻子和年幼的约翰 约翰却发现了细节 根据前面种种事实突发奇想 直到父亲把钱包藏好 并在30年后的现实中成功取得了钱包 利用这个时代才有的指纹鉴定技术 锁定了凶手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凶手居然也是个警察 而且还活着 因为有了调查方向 证据链不断完善 约翰直接找上了老年的凶手 点破了对方的身份 让对方洗干净脖子等着 在另一边 弗兰克被自己做警察的好友带走 原来凶手在案发现场 留下了弗兰克的驾照 弗兰克因此成为了 连环杀人案的第一嫌疑人 在警局里 弗兰克向自己的朋友 指明了凶手的身份 刚开始朋友感到疑惑 你怎么知道的 我30年后的儿子 通过无线电告诉我的 朋友当场无语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他告诉了朋友 儿子告诉自己的世界杯结果 甚至连细节都说明了 然而这反而激怒了朋友 朋友决定找弗兰克的妻子谈谈 就在朋友离开时 身为警察的凶手 却光明正大的走进了警局 凶手来到审讯室 准备杀了弗兰克灭口 幸好有警员发现 凶手才没得逞 然而凶手有警察身份做保护 因此其他警察 无视了弗兰克这个 连环杀人魔的呼救 凶手也不着急离开 和其他警察在旁边 砍起了世界杯 想再找机会下手 命悬一线却球又无门 弗兰克利用自己的消防知识 利用电流电晕了凶手 翻看凶手的证件 知道了凶手的住址 根据约翰所提供的描述 当年凶杀案 所有的受害者都遗失了手势 弗兰克相信 凶手有保留战利品的癖好 并且藏在了凶手 认为最安全的家中 故意触发了消防警报后 弗兰克撑乱逃出了警局 潜入了凶手的家中 果然找到了确实的犯罪证据 然而自己也被追来的凶手发现 知道自己暴露的凶手 疯狂追杀着弗兰克 追到河边 却被弗兰克拉下水中 经过一番争斗 凶手被弗兰克捅杀在水底 朋友此时也在电视上发现 弗兰克的荒唐预言一一成真 急忙带着警察增援 正好发现了散落在凶手家中的证物 事情也终于算有个了结 神奇的极光也快要消失了 晚上洗清嫌疑平安回家的弗兰克 终于在极光消失前和儿子连上线 然而约翰却告知父亲 母亲还没回来 就在这时 两个时间的凶手同时找上了父子俩 30年前的时空里 没淹死在水里的年轻凶手 牵回了弗兰克的家中 挟持了小约翰 现在的时空里 被约翰打草惊蛇 想要来杀人灭口的老年凶手 也袭击重伤了成年的约翰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老年凶手的声音通过无线电台 干扰了年轻凶手的注意力 小约翰成功被母亲救下 凶手也被弗兰克一枪轰掉了手掌 这导致的因果效应 让老年凶手的手掌也消失了 惊恐的老年凶手刚反应过来 就被一枪放倒 约翰回过头 开枪的居然是自己年迈的父亲 原来 30年前的父亲 在自己的劝告下戒掉了烟 成功活到了现在 自己的时间线里有父亲了 此刻 他们不再需要无线电 不再需要极光 他们终于团聚了 你心中是否也有久久未见 却依然食而挂念的人 如果能跟他们联系上 你又会跟他们说些什么呢